Hello 大家好 腰果除了可以用來煲湯 也可以炸小吃 或者是煮菜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如何將腰果炸得鬆化 現在首先燒一下 煮碎 加2茶匙鹽 將腰果放進去 煮一煮 現在關火 浸泡2-3分鐘 浸泡2分鐘就可以撈起 現在將腰果放進去 將水封乾一下 否則炸的時候會彈到油 好 現在風乾了大約1小時 這個水分已經乾了 可以拿去炸 現在燒熱油 放筷子進去 拋起油溫便足夠了 現在放腰果進去炸 將至 practiced 不然會也會消毒 對面的 sóFO 鍋做出多麩 要易燒焦 放 Earth 多一點爽至薄 等肉及外面煮ato 炸 现在有泡沫起,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炸到怎样可以呢? 看它开始有金黄了 这样就可以捞起它了 一边炸一边搅拌一下,不然它就黏住了,有些就受热不均匀了 现在就慢火炸了大约5分钟左右 它已经开始有少少金黄了 在搅拌的时候觉得它已经轻了 就可以大火逼出油 大火炸大约10秒左右就可以捞起 因为它还有些余温,待会放凉后,它的色会变深 现在可以捞起了 现在可以放在吸油纸里 吸干油和放凉 放凉后它就会很松脆 现在已经放凉了 吃起来都会很松脆的 可以用瓶子放起它 当小吃,或者煮菜的时候加进去也可以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炸腰果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的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